大家好 王志安捅了轮子窝 这个事情热度一直不减 看王志安的X 天天享受着轮子们的轮番为功 用王志安自己的话讲 正在招受轮子的霸凌 让王志安享受一下网络霸凌 也算是因果循环抱怨不爽 王志安也霸凌过很多人 虽然王志安会讲我是以客观中立的角度的 我只是呈现出这件事情 我并没有主动的要去对某些人如何如何 但事实上客观的结果也是如此 文章也回应 文章说我们也是 并不针对任何人 我们只是客观的回应这个事情 我顺带的客观的发一下王志安的黑历史 所以通过最近的这个事情 我们也看到这个轮子呀 目前是只回应王志安 但是不回应虞超 虞超最近录了一个视频 是针对文章的 标题就是文章你为什么不回应我 里边说的很清楚 就是文章说法轮功是非公共事务 那并不花纳税的钱 所以不需要向社会回应 如果任何一个满嘴跑火车的人来质疑我们 我们都回应 那我们就要跑断腿了 对吧 那这个 于超有几点啊 说的很清楚 这个我补充一点啊 呃 法轮功呢 如果你看他注册 在美国的注册呢 并不是宗教团体 不是宗教团体 而是一个社会公益团体 那么社会公益团体呢 对吧 必然要接受社会的质疑 尤其是关于捐款的去向 尽管法轮功在美国的注册 不是宗教团体 但是任何的宗教团体 不管是基督教也好 其他的教也好 捐款是很重要的一项收入来源 对吧 那么这个捐款呢 确实要向社会公布款项的来源的 这是没有什么可谈的 所以文章这个回应呢 看似不回应 实际上是在回应 但是这个回应呢 又是活脚蛮缠 必重就轻 那么于超也讲了 这个法轮功看起来没回应是 对吧 实际上是回应了的呀 他只是不回应我余超 但是 对吧 这个 打王志安 挖王志安的黑料等等 事实上都是 回应 都是回应 而王志安呢 用的都是余超的素材 余超的素材 对吧 但是并没有回应余超 质疑他们的任何事情 反而呢 是以扣帽子的形式 挖灰料的形式去回应 当然这也说明了 王志安的黑料很多 很多 呃 这个彼此 这个轮媒啊 内部分裂 对吧 包括王志安互相思维 也是好事吧 也能让我们看到 这个王志安呢 也不是什么好东西啊 这个黑料一堆堆的 黑料一堆堆的 但是我总体对王志安的评价呢 偏中立一些 偏中立一些 中立向下啊 中立向下 但是偏中立一届 那么这个啊 余超还把毛头对准了张天亮 张天亮这个人呢 是吧 我以前也总讲啊 轮子呀 譬如张天亮文昭这些 你认为他会信大法吗 他会信李洪志是宇宙主佛吗 肯定不信的 本质上就是聪明人联合起来骗啥 所以张天亮也一样 他对轮子这些的气嘛 他不信 只是利益绑定的过深 这个张天亮呢 作为轮子的高层 这里面的利益是很多的啊 利益也是很庞大的 利益之水也是很深的 只是和利益呢 绑定的过深 同样的余超还说啊 这个他们在公开没有回应 私下去回应啊 法轮功呢 对他进行的威胁恐吓 人身的威胁等等啊 是很多很多的 同时 这个啊 法轮功还私下向美国的 执法机关举报 余超 要对神韵进行携带武器的攻击 对吧 那因为携带武器的攻击吧 在任何国家这个 都涉及到一些这个公共安全的事情 呃 所以余超被美国之号部门调查过啊 认为这个事情仔细乌有 对吧 这都是轮子举报的 所以这个事情 也说明反正公司回应他的 只不过是采取私下的手段去回应啊 私下的黑手段 而且还向美国的相关部门呢 举报余超是中共间谍啊 但是不敢正面回应 不敢正面回应 即便对王志安的视频也一样啊 并没有回应王志安视频里质疑的任何点 为什么不去回应 因为无法回应啊 一回应就漏了气 这也充分说明啊 王志安也用余超的素材 对轮子的质疑是正确的 对吧 轮子是不敢面对的 是不敢面对的 是吧 同样的轮子一贯鼓吹的这个公开透明 他自己也不敢做啊 这里还是强调一下 呃 这个文章呢 完全是在呼叫蛮缠 那法轮功作为一个呃 公信团体啊 他的很大一顿收入是涉及到捐款啊 其实余超有些视频也谈过 他一个轮子捐款 那作为一个捐款人有没有 需要知道捐款的去向呢 当然是需要的啊 就像我们这个很多 台国内的红字会一样 对吧 其实红字会公开账目等等是有必要的 是有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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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一样的啊 一样的 一样的 那么这个余超还需要很多呀 这个李洪志身边啊 有什么 对吧 大宝太子 皇子 哈哈 啊 这就是法轮功的组织构架啊 李大师 对吧 下面有这个太子 皇子师母 等等 看起来和这个白脸教差不多呀 甚至还不如白脸教的啊 对吧 嗯 还有黄子 这李洪志这是有儿子了 还有黄子啊 呃 在大法内的层级 比这个 嗯 文昭要高的多了多 所以方伟呢 给文昭呢 下了一 一句话的命令 也就是方伟只有一句话啊 这个文昭啊 就把他西日的好友纷纷的拉黑了 删除了啊 那这些好友都是他们轮子内部的 只是目前轮子内部在分裂啊 啊 就是相关支持或者同情于超的 甚至说不不旗帜鲜明的反对于超的 对不对 都要求文昭啊 以全部拉黑删除 文昭完全照顾的 这说明文昭啊 其实啊 我不认为文昭是信这个李洪志是宇宙主佛的 但是对吧 在这个组织构架当中 他这个必须无条件服从轮子的上级的啊 嗯 这个还有最重要的一点 这个文昭啊 尤其是文昭啊 他一直过去呢和轮媒做切割 对吧 淡化他是轮子的影响啊 甚至给社会造成的一种影响呢 他不是轮子 但是啊 在法轮功大内讧的时代 必须纷纷站在的时代啊 文昭掩藏了这么多年 也终于啊 或者说也不得不暴露 他是一个坚定的轮子 而且是轮子中高层的事实 包括文昭的频道啊 包括文昭的自媒体等等一切的一切啊 都是轮子幕后组织策划的啊 他的频道能做这么大和轮子的资源 海量的资源的投入也都是有直接关系的 呃也是因为 对吧 这个轮媒的投入导致他的频道做大 那么文昭呢 自然也是必须要无条件的站在轮子一头的 其实这个你可以把这个轮子啊 在自媒体频道里想象成啊 一些这个自媒体公司 对吧 呃 不管你做的如何大 你的频道本质上还是属于公司的啊 所以一旦出了问题 还是要无脑的站在公司这一边的 所谓的历史燃野 呃 呃 那其实这个余超目前公布的事情呢 其实没有那么特别多啊 主要是关于神运的 余超也反复强调 主要是神运的 神运的对未成年进行控制轻态 但是余超没有明确说 主任啊 啊 但是也很清晰的 啊 这个神运呢 就是这个轮子高层的啊 呃 这个这么一个养鸾同的地儿吗 养鸾同的地儿吧 啊 男的是鸾同 女的是进鸾 反正差不多啊 差不多对吧 想来这个后半部分呢 这一部分余超不不好讲 那我就公开给你点开啊 给你点开 是不是 哎呀这个 这个假和尚们就喜欢干这个事 假和尚们就喜欢干这个事啊 你不要说吕大师他们这帮假和尚了啊 这个欧洲的天主教会 美国的天主教会 这帮假教士们 是不是过去也曝光了无数啊 这个性情小男孩啊 性情小男孩啊 这帮假和尚们假教士们 最爱干的就是个事儿 哎呀 当然也会拿神韵的这帮这个小男孩小女孩去招招待别人啊 包括招待美国的一些政客啊 哎呀 和艾普斯坦也没有什么区别 太阳底下啊 没有新鲜事儿啊 没有新鲜事儿 嗯 如果后半部分余超不好讲啊 不好讲 因为我们从余超的这个表述当中也能够看到啊 余超还是信轮子的啊 对吧 所以这个事情定性还是内轮子内部的分裂 对吧 只是对轮子的理念啊 轮子当下的理念产生了分歧 但本质上他还是信轮子的啊 还是信轮子的 对吧 虽然对李大师啊也有所批评 比如李大师喜欢喝可乐爱打不克啊 打不克爱打升级 哎呀我也爱玩升级 但是这些年没有玩了 排友不在了 你像以前这个 呃我的这些发小们呀 过年的时候也要聚在一起愿意打升级啊 我也挺爱喝可乐的 看来我也有成为宇宙组合的这个 哈哈哈哈 但是这个事情就说说明啊 这个所谓的宇宙主佛李大师 也就是个普通人啊 对吧 喝可乐打升级啊 也就是个普通人 而且这个生活习惯呢 哈哈 啊 还和他东北老家的习惯 没什么区别 对吧 因为我也愿意打升级啊 打升级啊 没有什么区别啊 没有必要去神话他 去神话他 其实李洪志早期在这个国内啊 这个宣传这个轮子宫的时候有很多视频啊 抖音有这个有好几个法学校的账号 其实在最近吧 余超这个事情热点之后也 也趁势搞一搞啊 也发了不少李大师早期的啊 什么他父母都是他创造的 对吧 他这个能开天眼整个音乐系 哪个地方的东西 他都一眼就能瞅到啊 可是李大师能瞅这么多 怎么就瞅不到余超了 这个是这个很可笑的啊 那当然这个事情闹了这么大 明慧网呢 只是发了一些师傅的指示 也就是李大师的指示 李大师这个人从来没有露过面啊 还是以前的观点李大师应该在2020年初 因为新冠已经去世了 目前这个文招也好 张天亮也好 这方呢是邪大师以令诸侯啊 当然这个张天亮他们上面还有皇子 对吧 还有太子 还有太子 希望他们撕的更猛烈些 能够报出更多的事情啊 当然目前其实这个轮的内部的事情 报出的不是很多 两部分吧 一部分呢 就是通过王专 认证了一些轮媒啊 其实这些媒体我们都知道 其实大部分可以认证是轮媒 只是大家呢 能够看出是轮媒 但是并没有 呃 轮子内部的人是来认证他 是吧 那目前都已经确定了啊 很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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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呃 都已经确定是轮媒啊 包括于超越大概也说了一下 对吧 轮媒的几个传媒公司 包括广告投放公司啊 投放公司 这个是有一定的意义的 呃 第二个呢 就是遮开了轮子内部分裂的 一个大幕 是不是 那后续会不会有更多的事情 爆出来呢 是吧 要看分裂的程度啊 呃 我相信会有更多这个轮子的 我说是会出来的 我们也是继续关注吧 也相信会出来更多的龌龊式的 呃 目前虞超其实通过虞超指证呢 包括虞超个人也一再强调 嗯 他主要反对的就是神运 神运对未成年的控制啊 限制未成年的人身自由啊 那其实还有他没有谈的部分啊 他其实有隐晦的提议 但没有明确的提议 就是神运对未成年这个部分的这个 对吧 这个养蓝童啊养晋蓝呢 啊 成为这个法轮功高层的后宫呢 这部分呢 他没有明确的提 为什么没有明确的提 因为这个就影响就太大了 啊 而我们也看到虞超本子还是信伦子的 啊 这只是轮子内部的一个争权夺利的分裂 这也一再强调啊 虞超信伦子并不是真的相信伦子宗教的部分 对吧 你像他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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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大师啊 和可乐打博克啊 爱玩圣吉 这都虞超讲的 那就说明他根本就不认语李大师是个宇宙主 他就是个普通人 那他信伦子不用不信 并不信他这个宗教的部分 信的是什么部分啊 所以回到上一个视频讲的 这次分裂本指就是利益的分裂啊 就是在野轮子和建制轮子 争夺轮子资源的利益分裂 那他信轮子的这部分 本指还是轮子这部分的利益争夺权 轮子的利益是很大的 啊轮子其他的利益呢 嗯 就不谈单纯的轮子媒体领域的利益 就极大啊 轮子的媒体矩阵呢 啊 这个矩阵是非常大啊 非常大 通过网站 呃 这个推特上的这个 对吧 能够认证的这个 你会发现轮子的媒体矩阵是非常庞大 这部分的利益也是非常庞大 所以本指上还是一次利益之争啊 还是利益之争 那今天的视频就录完了啊 就录完了啊 啊 总之吧 总之吧 嗯 期待呢 这次司机更加猛烈 会有更多的事情呢 能够曝光出来 嗯 嗯 嗯